好,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看到218页这边 我们针对如果顶点它不会在圆点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抛物线的标准是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把设定成说,沿着X轴平移H单位 沿着Y轴平移K单位 简单的讲就是说平移了HK的一个坐标 那这时候我们的顶点就会跑到O'就是HK这个位置 那焦点坐标会变成 新的焦点坐标F'会变成H加C和K 准线会变成L'是H等于H减C 我们看到这个图形做个说明 请注意我们原来的开口向右的这个情况做一个说明 0.00我们是不是移动到了顶点叫做HK 那所以我们的想法上 00到HK就做一个类似做加法 0加H 0加K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新的焦点坐标 因为F'跟F去做比较的时候呢 F是C0 那我移动了HK 所以请你把C0跟HK去做相加 有点像向量的加法 它就变成H加C和K就在这个地方 H加C和K 好,再来 我们本来的这个准线是X等于-C 那新的准线就变成H减C 为什么?请注意 我本来的准线这里是不是有X坐标 所以我移动到P-HK之后 你就针对X动到的部分是X的 X坐标是H 所以我们就-C加H 在这个地方 H-C就是等于-C加H的意思 好,同样道理我们再写一个 如果是轴的部分 本来我们 顶点在圆点的时候 它的轴是Y等于0 X轴嘛,就是Y等于0 那我现在移动到这边的时候 是不是请注意 Y等于0 只有Y坐标 Y坐标移动了谁?K 所以我就写成Y等于0加K 就是移动到的这个轴 就变成的是Y等于K Y等于K 所以一样 顶点跟焦点都会在轴上 那都会跟我们的准线 轴跟准线一定会发生垂直 好,所以这时候我们整理一下 看到219页的说明这里 所以上面这边的说明就是说 我们的标准式会变成什么 我们直接看这个方块 请注意哦 当我把抛物线去做平移之后 Y平方等于4CX 这种左右形的抛物线 平移HK之后 它会得到的抛物线是 Y-K的平方等于4C乘X-H 来请注意 这个是跟原来的做对照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这里都没减 我们可以看成说 原点坐标 它是00嘛 所以这边看成是Y-0 这边是什么 X-0 所以 原来的标准是 就是它的顶点在00 那这种标准式就变成 顶点跑到了HK 因为它是Y-K和X-H 所以 零点坐标 新的跟旧的差别是 原来的00跑到新的是HK 好 新的变成HK 那 在平移了之后的焦点坐标 F呢 我们开口左右行的 它的原来的焦点坐标是C0 那我平衡HK 我们就去做相加 变成是H加C和K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本来在右边 那就是在右边 本来在左边就在左边 好 准线的位置 我们刚刚讲过 你原来的准线是X等于-C 请注意原来都 那我现在移动HK之后 我X坐标是动H 我们就写成X等于-C加H 所以 一定要先把原来的这个架构搞清楚 那平移之后 就是动一个HK就对了 好 一样到底最后一个轴 我们四大要素的轴 X轴就是Y等于0 那Y坐标是动K 那么它的新的轴 这条蓝色线的轴 就是水平线Y等于K 所以回顾一下 开口左右形的 0点坐标就变成HK 加点坐标变成的是这个 那这个的话 你不用死背 你就记得是原来的C0加上HK 好 准线跟走的话 就是分别把原来的 去加上对应的坐标相加的部分 X就加H Y就加K 所以这四个条件 你一定要把它分成清楚 平移之后所得到的结果 好 那这是左右形的背景 我们看到220这边 在上下形这边的讨论 其实一样 在上下形这边讨论的部分的话呢 X平等于4CY 拼移到HK之后 可得发护线是 X-H平方等于4C乘Y-K 你有没有发现 相对于原来的这个标准是 原点坐标是看成 X-0 Y-0 所以也就是说 有H跟K 的话呢 就是做一个拼移的结果 那所以一样 是不是开口是往上下形的 X平方的这种 它一样是上下形 所以我们检查到 我们的顶点坐标 从00移动到HK 那 加点坐标 本来我们在 上下形的加点坐标 是不是0C的这一种 那加上HK之后 就变成的是 H跟K加C 请注意哦 很像相对样的加法 0加H是H 那C加K就是 在这个地方 好 一样 我们的准线的位置 本来我顶点在原点的时候 我的准线是 Y等于 负C 那你现在准线 Y等于负C是原来的 那 我平移之后 动了一个 Y坐标 动到K 所以这时候 我们的新的 准线就会写成 原来Y等于负C 去加上K 好 本来的轴是 Y轴就是X等于0 那你现在平移之后的轴 跑到这边 跑到这边的这个轴 它牵垂线是 A等于0 去加上多少 移动的多少 你现在这X就要移动到H 0加H就变成X等于H 所以 一样的道理 不管你是上 开口是左右形或上下形 反正你就记得 原来的 我要找的 顶点 交点 准线轴 和我平移之后的一些关系的对应 所以我们再回顾一下 开口上下形的 我的顶点 00移动到H K之后 那我的交点坐标 本来我的交点坐标是0C 那我现在动到H K就把它加起来 变成H 和K加C 好 在这两个方程式的部分 准线 我本来的准线是 Y等于负C的这一种 当我顶点在原点的时候 那Y坐标动到K而已 我就做 负C去加K 那同理 我的轴方程式本来是 Y轴嘛 是X等于0 那 平移之后 动到的X坐标动H 所以X0去加上H 变成X等于H 所以这条蓝色的是 我们新的轴 是通过X坐标的 前垂线 那这条绿色的是 新的准线 它是Y等于K减C 负C加K K减C 所以我们一样 可以找到顶点 焦点 准线跟走 上下行 经过平移之后 的一个条件 所以一定要从原来的 去推到我们 现在移动过的一个结果 这样了解了吗